大胆生出木 朝堂之上 竟敢如此狂言 陛下 蔡国公 别拦着他 让他说 朕倒想听听 他到底想说什么 孔子收徒 有教无类 龚也长是个犯人 孔子想收他为徒 还将千金许配给他 后来龚也长得才兼备 位列七十二贤人 陛下圣德 教化四海 连海盗都想归顺 为您效力 这不正说明了 陛下的仁德吗 况且 况且什么 孔君王千金买骨 就是想以此 告诉世人 他有多爱千里马 从此世人 纷纷献上千里马 如今陛下 恩赐方子言一条出路 那么全天下犯过错的人 都知道陛下的心怀广阔 都会像方子言一样归顺 这样一来 大唐会减少很多兵灾 百姓安居乐业 微臣是陛下的缠子 微臣不会为方子言说话 微臣只会为大唐说话 圣楚慕 你不但擅长攻骂骑射 看起来 你的口才也好生了得呀 微臣靠的不是口才 微臣是友谊说依 靠的是一颗 对陛下不隐瞒的忠诚之心 好一颗忠诚之心哪 陛下 方子言承诺过 会将广东一带的海盗 打扫干净 还让陈 给陛下献上一份礼物 这是惠娘子亲手绣的山川锦绣图 山川锦绣图 朕 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惠娘子 以刺绣闻名天下 其父亲也是一个高深莫测之人 传说 他父亲去世后 惠娘子十分伤心 于是 他把父亲留下来一个天大的秘密 绣在这幅图里 历代很多人来争抢这幅图 发生不少血案 可惜 这个天大的秘密 至今没有能破解 方子言连脚四伙海盗 于是将他得到了手 刻意献上给陛下 诛陛下的大堂 将来也山川锦绣 承让来 是 四伙海帮的事 容赞在想想 是 四伙海帮的事 感谢观看